ZC罗离开以后,黄马很可能又是去另一位巨星,在世界杯上赢的金球奖的莫德里奇,被塞尔电台爆料,已经递交了转会申请,离开的想法比较坚决,原因就是他想赚取高薪,而黄马不能满足他这一愿望, 在尔电台消息显示,莫德里奇已经回到了马德里,但他现在是否继续在新帅手下踢球却是个位之数,毕竟莫德里奇接近33岁了,如果有赚大钱的机会,想必他不会放过,为此他在认真考虑离队的事情,令人吃惊的是,黄马更衣士仲将不仅没有反对莫德里奇的离队要求,而且还理解甚至支持他离队, 这不得不让老佛也感到尴尬,因为此前已赶走C罗,令队内人有害心,莫德里奇与C罗同岁,看到C27在黄马的遭遇,莫德里奇不可能没有想法,趁自己还有价值,就更加想离开, 不过莫德里奇与队的理由跟C罗不一样,他并没有和弗洛伦比诺发连,仅仅是因为钱的问题, 据报道目前摩迪在黄马的年薪是700万欧元,仅仅排名队内中上位置,不及贝尔、拉莫斯、克罗斯和本泽马, 而国米愿意为他开出一本四年合同,年薪费一千一百五十万,未来还不排除到中抄淘金,收入肯定比黄马多, 考虑到莫德里奇赢得了四座欧冠军,想去赚钱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, 此前弗洛伦地诺表示买莫德里奇,需要砸7.5亿为约金,但随后意味着,黄马的心理价位是六千万, 所以还是具备离队的可能性,然而现在克罗奇奇也离队,如果一下次放走这对克罗地亚中场, 那么银河战舰恐怕会进一步散架,如果失去C罗和莫迪,那黄马一个夏天,就失去两名顶级巨星, 这毫无疑问是巨大打击,靠一帮琴光弹子,恐怕是很难对抗巴萨的, 西甲很可能还是巴萨独大,更何况黄马这阵容放到欧华就更没顶级竞争力, 老佛爷难道就不能给莫德里奇加薪,真不怕对内公使老将集体含心, Z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